这就转太多了 来 我给他去幸福啊 给他多给他盖子 可以吗 嗯 可以了 没击空啊 楼边 好 这个我放一下来 这边拿个表 好 现在不用看了 现在拍这个 这已经够钱了 要不要再看一下表啊 现在等一下 你先 那你先跟我 现在在动作 这样子压车的时候你就开表 看一下 然后再上去呢 然后再上去呢 哎 有了 有低压 嗯 好 上去 哦 拿烂泥 再一拿 这一拿 然后你拍到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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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视频 好难吗 这个过程 我这个去信头打开可以给你看一下 好 对 然后就这样 嗯 然后返回 把那个操作 操作设置 手动操作看一下 操作 手动操作 按下这个 做啊 我快进往往下走 然后我按下你推开这个 嗯 你动了 然后回去 慢进 哦 哦 对啊 哦 这样可以了 哦 这样可以了 然后操作页面 嗯 那个 你这个时间 日期调整 日期在参数页面里 在曲线 曲线图里面 这个日期 嗯 我再反回 这个时间呢 预加日期是这里的 嗯 这个设计 好 你说 现在我到八 呃 早上七点 到晚上 十点 二十 二十八点 到晚上八点 就可以自动加温了 嗯 呃 这日期对不准的话 要要要要要要调整的话 按这个镜头 你你先按一下我 我给它看一下 嗯 就出来 按这个 嗯 嗯 出来了 然后这个密码是六个一 然后这个 一 一 二 二 二 五个一 这个很小的 三 四 五 六 好 进去了 然后按这个日期条件呢 是按第二步 这个按 就是现在的日期要要现在要准 二零 二零 七十五日啊 呃 现在八点三十七分 对了 然后放OK 放回 放回 放回了 那可以了 直接参数 我去信头呢 就是再按下这个情形图 嗯 嗯 我参数呢 这个进去 密码 密码我告诉他 再按 3124 6 3124 6 3124 6 这个已经不准 报警时间 延时 它这个 2秒 固化 固化 时间 保压时间 10秒 可能在这里 继续在这里 那 应该可以吧 你到时候再走这发过去 做不过 还需要什么东西 这样应该可以 要不要再做一次 呃 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嗯 对地面 整个下面也看一下 这里到这里有七百鱼 嗯 这个上次量过的 嗯 看 这些姿势 这个特别看